请在课程管理端主功能表下方表格找到学习成绩管理 在左边的功能选择中点选使用 再按下方的功能设定按钮即可开启成绩功能 然后按右边的进入按钮进入管理 在项目列表的右上方点选新增项目 在出现的表单中请依序填入所需要的资讯 在类别的部分肯分为主要项目、子项目或者是初学习成绩 请注意要先设定主要项目之后才可以新增子项目 项目名称的部分请填入成绩的名称 如期中考成绩或者是小考成绩等 在比重的部分请输入该项成绩所占学期总成绩的百分比 以0到100之间的数字进行表示 评分方式的部分请选择百分之或者是等地值 在成绩公布的部分可设定为不公布、公布个人或者是公布全班等 预设值为不公布 此项目的预设值则依据主要项目的设定 检查内容设定没有错误之后按下确定按钮 这时候会出现新增成功的讯息 按下确定按钮 新增的项目就会出现在项目列表上 建议先新增所有的主要项目之后再新增此项目 此项目的总和应该是百分之百 才能够正确地计算主要项目的成绩 例如画面中的子项目是三次小考 比重分别是20、30以及50 总和就变成百分之百 接下来让我们复习今天设定成绩项目的步骤 首先将学习成绩管理设定为使用 接下来新增成绩项目 填写成绩资料以及设定比重 建议先新增所有的主要项目之后 再新增此项目 此项目的比重总和应该是百分之百 以上就是在SEBA系统设定学习成绩的方法